朋友们好,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是《蕊气推生的灰音》,一起来听。 很少回去看她,可是她今年八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奶奶便写信给爸爸,把她接到京市去上学。 她不想离开,她习惯了和小伙伴们一起割猪草,晒骨子,以后也可以一起去乡历的小学。 京市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于父母和姐弟,她也只在过年的时候见过几次,没什么印象。 但奶奶却意外地坚持,在她给着爸爸离开时,奶奶那只枯瘦的手拉住了她的小手,眼中满是不舍的泪水。 尽管如此,奶奶还是强忍着,认真地交代着她。 安安,去了要听爸妈的话,你得好好学习,将来也考上职高,像你爸爸那样,有出息,留在京市当工人,记住了吗? 宋安安紧紧地攥住奶奶的手,泪水不停地滑落,她不住地点头,更叶着说。 我都记住了,奶奶,你一个人在家,要记得按时吃饭,等放假了,我就回来看你。 宋奶奶用袖子擦着眼泪轻轻地推她一下,天不早了,快去吧。 宋明伟牵着宋安安的手,对母亲说,妈,我带着安安走了,你放心吧。 宋奶奶眼中沉着泪水,默默地跟着她妹走了一段路,直到来到大路前,才停下脚步。 她依依不舍地望着那个从出生起,就在身边养大的小随女,渐行渐远的背影,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宋安安给着爸爸坐汽车,又换公交,颠簸了一天,终于在傍晚驶飞,踏入了家书院的大梅。 家书院不大,挨挨挤挤挤的,有二十来间红砖瓦房,看起来住着不少人。 爸爸指给她看,左侧中间的三间房,就是自己家的。 刘素飞端着饭锅,从厨房里走出来,目光落在刚走进院子的宋明伟和宋安安身上。 她眉头微醋,味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宋明伟一边示意宋安安喊妈妈,一边解释, 周五的公交车人太多了,我拿着这么多东西,还带着安安,等了两趟车才有座位。 宋安安上前一步,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妈妈。 刘素飞上下打量着她,见她皮肤黑黄,身上的衣服灰扑扑的,还满是补丁, 不禁嫌弃地皱起了眉头,深情冷淡地应了一声,快进来吧。 宋安安仅随父母踏入屋内,她的目光好奇地扫过这个陌生的家。 与乡下简陋的土房相比,这个家显得尤为宽敞且明镜。 一进屋内,便看到地上铺着整齐的青砖,房间中央放了一张餐桌和椅子, 靠墙还有两个圆木色的柜子。 两侧各有一间房间,左侧的看起来大一些,墙上挂着父母年轻时的合照。 右侧的房间则摆放了一张小桌子和两张小床,一个漂亮的小女孩正带着肉嘟嘟的小男孩坐在床上翻花绳。 就在这时,女孩发现了静眉的她妹,于是欢快地跑过来抱住宋明伟, 甜甜地叫着,爸爸,露出了两个小酒窝。 她穿着一身明黄色的连衣裙,上面点缀着翡色花瓣,像夏日里盛开的花朵。 白皙的皮肤在阳光下更加耀眼,让宋安安不禁看得有些出神。 随后,肉嘟嘟的小男孩也跟着亮亮腔腔地跑过来, 她两腮鼓鼓地让人忍不住想伸手捏一捏, 可爱的就像过年时家里蒸的白面馒头。 刘素飞满面笑容地拉着女孩,轻指着宋安安介绍道, 安娜,这是你妹妹,安安。 女孩立刻热情地拉住宋安安的手,心肺地笑道, 安安,你好啊,我是安娜,比你大两岁,是你的姐姐, 这是我们的弟弟安文,她比你小两岁,才六岁哦。 姐姐,宋安安轻轻地唤了一声, 站在她面前有些自卑不安地搓了搓手。 刘素飞见三个孩子已经互相认识了,便招呼道, 好了,都过来洗手,准备吃饭吧。 她先给大女儿洗了手,然后是小儿子, 来到宋安安时,刘素飞注意到她指甲里的黑泥, 心中有些厌恶,转身拿了给牙签仔细地清理她的指甲。 宋安安感到指甲里的肉被牙签戳得有些疼, 抬头看见妈妈紧皱着眉头, 她强烈泪水,默不作声。 洗完手后,大家围坐在饭桌旁, 宋明伟见桌上只有玉米面馍馍和两个炒青菜, 不经味道。 今天是安安第一天回家, 怎么不做点白面馒头,炒点肉呢? 刘素飞为言,面露嘲讽地笑道, 白面馒头,还炒肉,你那点工资哪里够花, 今年安安还要上学,拿来的钱买肉。 她说完仍觉得不解气,继续道, 看看人家桂丽的丈夫,现在已经是主任了, 用不了几年就能升副厂长, 你呢?还念过京士大专了, 结果到现在还只是个普通工蕾。 当年我跟桂丽一起出嫁, 谁不羡慕我嫁得好,嫁给了大专生。 结果现在看看,桂丽丈夫转业后, 直接就是干部,第二年就升了科长。 你倒是好,这么多年了, 连提干的机会都没有。 你什么时候升了科长, 什么时候再说吃肉的事吧? 宋明伟没想到她一句话, 竟引出妻子这么多的抱怨。 她不想在孩子面前吵架, 就深深地看了刘素飞一眼, 叹了口气,转身进了卧室。 妈妈,爸爸不吃了吗? 宋安娜好奇地喂, 刘素飞惹了惹气回答, 不用管她,你吃你的。 我妹安娜将来要嫁个有能力的人, 别像妈妈这样,吃了一辈子的苦。 安娜乖巧地点头道, 妈妈,等我将来挣钱了, 天天给妈妈买肉吃。 刘素飞听得眉开眼笑, 伸手将大女儿搂在怀里, 真是妈妈的好孩子, 妈妈将来就靠你了。 宋安安抬头看着母亲和姐姐亲密的身影,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滋味。 她低下头, 继续默默地啃着手中的玉米面磨磨, 这无滋无味的食物正如她此刻的心情。 晚上,刘素飞收拾着从老家带回来的东西, 目光落在那一堆的白菜、 萝卜和豆角上, 忍不住对躺在床上的宋明伟抱怨道, 你这大老远地回去了, 还给婆婆留钱了吧? 就带回来这些不值钱的菜叶子, 连个鸡蛋都没有吗? 宋明伟无奈地劝说, 算了,别抱怨了。 妈帮咱妹养了安安这么多年, 也没有像咱妹要过一匪钱。 刘素飞却是不依不饶, 反味道, 要钱? 安安可是她亲随女, 亲随女住在身边要什么钱? 谁家老人帮着养个孩子还要钱? 再说了, 当年我是因为生了安安, 落下了病给, 安娜又还小, 你天天在工厂, 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才不得不把安安送回老家, 让婆婆带着的。 刘素飞想到这个小女儿,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继续道, 怀安娜是多税利呀, 刚生完, 就碰到了大院空出来这三间房, 直接就飞给咱妹。 你看那些在咱妹后面生孩子的, 到现在还挤在单肩过日子呢? 北以为住得宽裕了, 可以再要一个孩子, 结果从我怀上安安起, 就吐得死去活来, 生他时还难产, 我可是遭了不少罪呀。 他刚落地, 你在城里又出了机械事故, 就因为这事, 到现在你还没有体干。 唉, 咱俩上辈子, 可能是欠了这孩子的。 宋明伟听到这儿, 再也躺不住了, 他做起来认真地对妻子说, 怎么能把不睡心的事, 都怪在孩子身上? 他刚一个月大, 就被送到乡下, 这些年来, 咱妹也没怎么看过他, 现在孩子回来了, 就别再揪着以前的事不放, 好好对他吧。 刘素菲懒得再说什么, 真是白费口舌, 便转谁出去, 继续收拾白菜和萝卜。 而在另一间房间里, 宋安安和姐姐挤在一张小床上, 一边听着姐姐熟睡的呼吸声, 一边想着今天发生的事。 他明白妈妈并不喜欢她, 爸爸虽然对她还好, 但似乎也说不过妈妈。 姐姐又漂亮又大方, 弟弟也很可爱, 而她长得不如姐姐, 性格也不像姐姐那么活泼, 穿着更是破破烂烂的, 或许妈妈不喜欢她, 也是正常的吧。 想起奶奶对她的疼爱, 宋安安心中涌起一阵酸楚, 默默地流了一会儿眼泪, 渐渐地睡着了。 第二天恰好是周六, 清垂的阳光, 透过畅开的防眉, 洒在餐桌上, 刘素飞一边给宋安娜盛着粥, 一边轻声地说, 安娜, 吃完饭给妈妈一起, 去你桂利宜家, 给她送点老家带回来的豆角。 宋明伟为言, 抬头看了眼妻子, 说, 带着安安一起去吧, 她还没有去过呢。 刘素飞心里使非嫌弃这个小女儿, 根本不想带她出去丢人, 直接拒绝道, 带她去干什么, 还不够添乱的呢。 宋安安抬头看了一眼母亲, 刘素飞却故意地转开了视线, 她紧咬住嘴唇, 心里不服气, 但却忍住没有说话。 待宋安娜吃完早饭, 刘素飞给她擦她嘴, 就拎着豆角准备出梅, 一边交代丈夫, 记得把碗洗了, 别什么都等着我干。 去王贵丽家的路上, 宋安娜蹦蹦跳跳地牵着妈妈的手, 喂道, 妈妈, 你还记得上次在贵丽一家吃的那叫巧克力的糖吗? 真的太好吃了。 家琪妹妹说, 那是她爸爸从深圳带回来的。 当然记得, 那种糖确实很少见, 等妈妈去市里的百货商店看看, 如果能买到, 就给你买到。 妈妈, 你真好。 她撒娇地摇晃着刘素飞的胳膊, 这有什么的, 只要你想要的, 妈妈都给你买, 你呢, 就好好学习, 将来给妈妈争口气。 好。 宋安娜响亮地硬着, 母女俩有说有笑地, 就到了汽车厂的家属区。 王贵丽因丈夫生了主任的原因, 已经从原来的大院搬到了一栋气派的洋楼里。 这是刘素飞第一次来王贵丽的新家做客, 她不禁感叹起王贵丽的好福气来。 一排一共有五户人家, 都是二层的红砖楼房, 每户还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子, 显得既宽敞又舒适。 刘素飞暗自羡慕不已, 心想着, 如果自己家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该有多好啊。 她没刚走到王贵丽家大美口时, 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妇女就迎了出来, 她热情地招呼着刘素飞母女进屋座。 客厅上铺着棕色的地板, 墙面也刷得雪白, 黑色皮质沙发上坐着一位看起来很年轻的女人, 正是王贵丽。 她看到刘素飞后, 立刻起身相迎。 素飞,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看我, 你可是好久都没来了。 说着便拉着她坐到了沙发上。 刘素飞坐下后, 有些不自在地动了动, 才回答地说, 昨天老宋回老家, 带了些豆角回来, 你不是最爱吃吗? 就给你送过来了。 王贵丽为言惊喜地接过来, 打开看了看, 哎哟, 真是老家的豆角啊, 我最爱吃了, 这里可是买不到的, 谢谢你还想着我啦。 给我还客气什么? 怎么, 老赵和佳琪都不在家吗? 不在, 老赵每天就知道在厂里忙活, 周末也不歇一歇, 佳琪跟着邻居的小孩一起荡秋千去了, 说着王贵丽拉过宋安娜, 给她抓了一把糖果。 安娜, 你也去找姐姐一起玩, 好不好? 宋安娜点点头, 就拿着糖果, 给着保姆一起出去。 王贵丽剑只剩下她和刘素飞了, 就直接喂, 老宋不是去接安安了吗? 今天怎么没有带过来呀? 刘素飞在朋友面前, 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小女儿的不喜欢, 素哭道, 这孩子也不知道给她奶奶怎么过的日子, 脏得没法看。 我昨晚给她洗澡, 搓下了一层泥, 头发也是洗了好几遍, 才不粘在一起, 给我累得到现在还腰疼呢。 说着她伸手捶了捶腰, 王贵丽劝她, 你婆婆岁数也大了, 照顾孩子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 哪能还能那么仔细, 现在她回来了, 你慢慢教她就好了。 虽然才回来一天, 但刘素飞已经发现了小女儿倔强的性格, 是非不服管教。 她吃笑一声回道, 我倒是想教她, 可她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 昨天就因为我给她洗澡搓疼了, 暗地里睁着大眼睛珠子, 瞪我好几次呢, 也不知道她的性子是随了谁。 王贵丽听得笑出声来, 随了谁, 还不是随了你, 你小时候就是这样, 争强好胜的, 谁都说不过你。 眼见着刘素飞被她说得要挤眼, 连忙转移了话题, 好了, 你给自己亲生的女儿还能置气啊, 下次把她带过来, 小时候我还给她换过尿布呢, 也不知道现在长什么样了。 刘素飞撇了撇嘴说, 知道了, 下次带过来给你看, 行了吧?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看时间不早, 刘素飞就带着女儿回家了。 晚上, 刘素飞躺在床上, 给宋明伟说起今天, 去王贵丽家的事情。 哎, 你说人家贵丽怎么那么好命呢? 住着小洋楼, 家里什么都有, 沙发, 茶几, 收音机, 一应俱全, 真是让人羡慕死了。 宋明伟不爱听, 翻了个身, 刘素飞一无所觉地继续说, 贵丽看着也年轻, 她也不上班, 家里就一个孩子, 居然还雇了个保姆, 真是钱多了, 烧得慌。 正说着, 外面突然传来了哭声, 两口子赶紧起身, 跑去孩子们的房间。 推开美, 就看到宋安安 骑在宋安娜的身上, 正挥手打着她。 宋安伟也坐在旁边的地上, 哇哇地哭着。 刘素飞连往过去, 拉住宋安安的手, 呵斥道, 你为什么打姐姐? 宋安安通红着眼睛, 倔强地看着刘素飞, 是她先拽我头发的。 宋明伟立刻喂宋安娜, 安娜, 你为什么拽她头发? 宋安娜哭着说, 她吃桂梨仪给我的糖。 宋明伟为言, 教训大女儿, 她吃怎么了? 她是你妹妹。 刘素飞见宋安娜的脸, 被打肿了, 心疼地上前查看, 一边埋怨宋安安。 家里又不是没有糖, 为什么要抢姐姐的? 看完宋安娜, 又去拽宋安伟, 喂她, 安伟, 你二姐姐打你了。 宋安伟扑到妈妈的怀里, 磕磕巴巴地告状, 姐姐没打架, 我去说不要打, 二姐推我。 说完, 就小声地哭了起来, 刘素飞气得眼睛冒火, 骂宋安安。 你多有本事啊你, 姐姐弟弟全让你打了, 我看你就是让你奶奶惯坏了, 一点规矩也没有。 宋安安快速地抹了下眼泪, 继续瞪着刘素飞, 倔强地还嘴, 你给宋安娜是一伙的, 你不喜欢我, 我也讨厌你。 听到这里, 刘素飞气得脑袋嗡一声, 直接拉过宋安安, 罩着她的屁股, 就给了两巴掌, 宋明伟连忙过来阻拦, 一时间家里乱作一团。 折腾到半夜, 宋安安躺在床上, 听着宋安娜熟睡的呼吸声, 默默地想着, 我要快点长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